另外带你来看到2021花莲太平洋铁人三项锦标赛事 以及龙舟节花莲能高棒球捷技全国三级棒球邀请赛等全国的体育赛事 即将在花莲县盛大展开 而今年的花莲好金近在回来全国体育活动联合记者会 会中是授旗给前往花莲市参加110年全国运动会的花莲县代表队选手 除了要预祝选手们起开得胜 也宣告秋冬运动赛事近在回来 2021花莲好金近在回来全国体育活动联合记者会 日前于花莲县府大礼堂举行 由花莲县副县长严新章主持 宣布包含2021花莲太平洋铁人三项锦标赛 花莲太平洋龙舟节 花莲能高棒球节继全国三级棒球邀请赛等全国体育运动赛事 即将于花莲县盛大展开 会中并授旗给将前往新北市参加110年全国运动会的花莲县代表队选手 预祝其开得胜 花莲的体育会这么恐怖 会在台湾这个地区能够占领一起之地的话 是我没有感谢以前 不是偶然的 那接着下来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前辈 所有的教练不管是出前出力的 来协助我们的这个体育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感谢 那这个 因为上半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体育赛事都没有办 最近下来 现在已经不要解空了以后 我们从各位从这边可以看到 从10月以后 我们花莲就一直一直要办了很多的活动 很多活动 所以我想 各界希望能够到花莲来 然后看看我们所有的选手的表现 本届全运会花莲县各代表队选手及队职员合计399人 参加有田径、柔道、跆拳道、空手道、游泳、足球、羽球、龙舟等共计22项 在今年全运会中 率先为花莲县夺下三斤的龙舟代表队 也于活动中特别致政 由全体队职员签名的传奖 由副县长严新章代表接受 期盼花莲运动好手持续精进争取荣耀 这次长帮叶猴联士报导